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大家好 如果你有一直关注我的频道的话 我相信你有看过我搭飞机来澳洲的那一天 那条影片 我说我的行李超重了7公斤 然后被罚了一张机票的钱 我到底带了什么东西来澳洲 害我被罚了那么贵 我现在跳出来的是五样 在我行李里面最奇怪的东西 第一样 这是我打排球的护士 我不知道为什么带过来 就是觉得应该有人会跟我打排球吧 然后第二样 这是浮前进 我觉得这没有很奇怪吧 这个就是有空去海滩那边游泳浮前 多用得上吧 应该还好吧 这个我觉得没有乱提吧 然后第三个 救生腰 因为我觉得我们会放假 有空会去澳洲附近游泳啊 或者是海边那边浮前啊之类的 所以我就带着这个 以防万一 因为我是会游泳 可是我是不会浮在水面上 所以有这个在我身上 我妈就会放心了 第四样 这是我高中的时候 在家里 在厕所黏在那个玻璃上面 拿来放牙刷的一个 一个什么牙刷具 就是我的牙刷可以这样夹在这里 然后我大学也有带过去台湾 然后现在我来澳洲了 当然现在要跟我来啦 现在第五样 这个 这个 不是我的 可是我觉得也蛮奇怪的 只是我觉得带他过来也蛮好笑的 因为那时候他问我 要不要带这个过来的时候 我就说 嗯你应该要带过来 因为这个是他 他说他国小的时候 生病了 没办法上课 他老师送他的 小熊微音 然后他每天就这样 这样抱着睡觉 没有臭味啦 反正就是跟了他很多点 他去大学也是抱着他睡觉 鼻子是歪掉的 这个是 其实是 盗版的小熊微林 可是他很喜欢这个 我觉得很好笑 我忘记他哪里 啊 他好像 这里是破掉的 他还补过 所以 我觉得最奇怪应该是这个吧 那这个影片就是分享我带了什么奇怪的东西过来澳洲打工度假 好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订阅我的频道 我之后可能会分享一下 比较没有那么奇怪的行李 拜拜